近日 一些体检机构推出了阳康体检套餐 受到社会关注 据了解 该类体检主要包括肺部CT检查 心脏采钞 新功能检测 免疫力检测等项目 旨在帮助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患者筛查健康隐患 据该体检机构预约小程序显示 与阳康体检相关的套餐价格在400多至7000多元不等 价格较为便宜的基础款套餐主要是针对心肺功能进行检查 价格较高的套餐在心肺检查的基础上增加了内外科 耳鼻喉 血肠硅 肝肾功能 腹部采钞等其他项目 CT设备 别的分院的CT它都是16或者32的 然后这个CT是128排的 它这款套餐是4000多 CT是64排的 主要就是插CT的排量 套餐都是差不多的 主要还是看您自己家人的 省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 有症状特别严重那种 你再给它拍一个好的一步到位了 对于CT这个排数的话 主要是它体现在它那个旋转速度上 还有一些清晰度上 咱们平时用的这种32排 包括16排的 如果是单纯的做胸部CT 观察你肺里的 你有没有得那个新冠肺炎了 低剂量的 低排数的 完全是可以够用的 不用肺点去追求那种高排数的 对于一些运动性的器官 你比方心脏 做灌脉造影 这种是需要用高排数的CT的 根据该体检机构线上商城公开数据显示 售价为7659元的体检套餐 已有超过100人在线预约 综合各类体检项目的销量来看 目前预约最多的是售价在400多元的肺部CT单项检查 目前已有超800人在线预约 我之前去查过一个心肺图 就正常 其他的都没有做 现在就感觉跟平常差不太多 我是不太会担心 生活情况也比较健康 就不太会去做 如果你要是去 想去排一个片子 要排队 要排很久 然后去体检机构呢 又好像觉得它不够权威 那我觉得如果说没有说明显的症状的话 春节后再去 应该错风应该可以 感觉如果说跟以前这个身体感觉差距太大 我可能才会考虑说这个肺部CT 我感觉年轻小伙子就不去占用这些医疗资源了 阳康了之后的这些患者呢 会出现这种肝后的一个咳嗽 这种咳嗽的一般是一个肝咳 而且是一个随着这种时间推移之后 他们是慢慢逐渐缓解 甚至逐渐好转的 尤其是这种年轻人阳康了之后 如果没有什么那个症状的话 我是不太建议去查这些东西的 但是对于一些患者 始终咳嗽没有缓解 活动后的这种胸门气短 心慌 这种患者的话 我是建议他去正维医疗机构去做胸部CT 甚至做个心脏超声 观察一下肺力情况 或者是评估一下心脏的情况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